可是十年都过去了 他一直没有出现 我每天都在这儿祷告 祷告他平安 祷告他快点出现 放心吧 他一定会回来的 可是他回来也没用了 我马上就要嫁人了 什么 神父 你怎么了 你继续成灰 你说你要嫁给谁 他叫杜梓岗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他也很单纯很善良 大家都说 他会给我带来幸福的 他不会给你幸福 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给我出来 你这个无懒 谁让你随便请人家秘密的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来这里还能干什么呀 无非就是做一些 偷偷摸摸的事 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偷偷摸摸的事 就是来这里单独见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市政厅的机要秘书 秘书可以随便杀人 嗯 你当我傻呀 哎 好了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放开我 别动手动脚的 喂 如果你说的那个男生 回来找你了 你愿不愿意为他 放弃那份婚事啊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卑鄙无耻 你 既然我回来了 就不会让你走 你到底是谁 你仔细看看 你一定认得出来我是谁 你 你 真的是 你认出来了 我 你才不是他呢 哎 我还没说完呢 把腿拿开 我不 把腿拿开 我不 把腿拿开 以后离我远点 别再跟着我了 我会打人的 我会打人的 你们想干什么 跟我们走一趟吧 小金堂 跟我们走一趟吧 快来人啊 小金堂的人要害人啊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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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堂的人啊 说 为什么抓他 堂主说他是 杀害山田的凶手啊 回去告诉汪三思 山田是我杀的 跟他没关系 回来 给我起来 你没事儿 快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救我啊 快来人啊 救命啊 救救我啊 快来人啊 救命啊 救 叫啊 叫啊 总不叫了 叫 叫 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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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不叫手 小姐 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这位姐姐你不知道 这什么家奴才 嘴可脏了 不管他说什么 你也不能那么打他 赶紧把他放了 站好了 抖什么抖 好玩吗 好玩吗 我把你绑起来 抽你两边的你试试 没事吧 喂 喂 你 我 是不是你在厨房 嚼我舌根 是我增加又家财散尽 顿子觉酸了 喂 我没有 酒也有耳朵可拎着呢 只要增加有我在一天 就由不得你们这些狗奴才们 胡说八道 死 我 你 你怎么了 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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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什么晃 晃什么晃 杜嘉莱退亲 老爷都快解封了呀 退亲 曾姑娘 曾姑娘 你先消消气 好吧 有话咱们好商量 我知道这事是我们的不对 有什么你说出来 我们一定赔差 行啊 拿你们的命来赔吧 今天我九爷就收拾你们 再一把火烧了肚子 行了 别打了 曾老爷 爹 老爷 还好我们老爷英明 没答应这门亲事 还九爷呢 不男不女的东西 你再说 我臭死你 我们娶的是段家大小姐段思琪 她的样貌品性比你好几百倍 明天就澄清段思琪 谁是段思琪 哎呦呦 这生不出儿子啊就是可怜 好端端那个姑娘家 都这副德性 就你这样 活该人家段子绝孙 吵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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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老爷 爹 曾老爷 怎么了 爹没事的 爹 爹 爹 我爹他怎么样了 您说话呀 我爹他怎么样了 准备后事吧 爹 爹 他常怒 爹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来了 我就跟你走 你要是不来 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以后才也不会理你了 你快走 有个小骗子 你还能 stamper? 我还能ste过来 你也不会有个小骗子 Lakian 你不能在你 我可以走 你去世界的孩子 你不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就是个屁股 秦姐 爹 好了 别哭了 既然决定了的事情 就别耍小孩子脾气 我没事 只要你和娘开心就成 来 等会儿走 别哭了 高兴 高兴 我跟你说呀 以后爸爸不在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好好孝敬你 爹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说这个话呀 没咱妈 女儿大了 总是要嫁人的 爸爸舍不得你 爸爸这一辈子 就有两个心愿 一个心愿 是希望你快快长大 快快乐乐 另外一个心愿 就是完成徐先生的遗愿 徐伯伯的遗愿 你徐伯伯 一辈子壮志未成 他心中的忧愤 只有读过李嫂的人 或许才能理解 还记得爸爸让你背李嫂吗 记得 那我考考你 嗯 积少康之 魏佳琪的下一句是什么 刘有余之二瑶 何妨还之能昼夕 附属一道而相安 爹 这些我看一遍就记住了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哎 以后的路很长 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到时候多读读史书 嗯 多想想李嫂的内涵 也知道 你过目不忘 但是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目朽于林 封闭催之 明白吗 嗯 怎么了 没事 思琪啊 嗯 爹只要你完成他的心愿 你要记住 爹今天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不许对任何人说 您到底想和我说什么 你别管了 爹只要你发誓 我发誓 怎么办 你不许对任何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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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就好啊 科长 你看你整得正正式 我们都不好意思 都太客气了 要是应该的 科长 您对我恩同在葬 以后我矿放为科长之名是从 那我也敬科长一杯 以后科长指哪儿 我们打哪儿 不能这么说呀 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 我马某怎么可能功器私用呢 明白明白 冰儿 你也敬敬二位队长 今后你那个特训营啊 还需要二位队长大力支持啊 是 薛音精在这里 尽二位队长一杯 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看 新娘子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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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叔叔 哎 改改口了 嗯 云少不愧是科长的高徒啊 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邝队长您客气了 师傅 你怎么了 哎呀 可能昨天晚上 受了点伤寒 头疼的老毛被用犯了 那我去给你拿点药吧 不用 云儿去 把窗户打开 透透风 来 来 吃菜 来吃吃吃 哎 哎 这是谁家取新的 这么热闹 哦 您说是武城的富商杜下 迎娶端家大小姐 真是天作之合 可是他回来也没用了 我马上就要嫁人了 师傅 鱼儿 去吧 幸福啊 都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大不了 把亲给抢他 如果出什么事 师傅替你去附近警队 行 去啊 你这个爹呀 非说 舍不得女儿出嫁 他不过来 你瞧瞧 这看不到这儿了吧 他看不到了 好好好 吉时到 哎 吉时到了 可以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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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找死是吧 滚 我倒要看看 你们今天谁敢当死人的道理 是你 这不是燕望品行 比我抢百倍的段思琪吗 你说什么 你抢了我的婚事气死我爹 你还跟我在这儿装 今儿 要么你给我爹下跪磕头赔罪 否则我死 爹 你们瞧好了 我现在就给您报仇 给我砸了 你疯了吧 你们要干什么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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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把这兜砸了才甘心对吧 好 我帮你 杀手 谁 杀手 杀手 消气了吗 可以走了吗 不行 给我爹磕头赔罪 曾小姐 不要太过分了 我曾九雅不好过 谁都别想好过 今儿的婚礼 我还就非要给你缴黄呢 那我就谢谢你了 你是我意思的 大家都看见了 今天曾府欺人太甚 这婚 恐怕是结不成了 子刚 对不起 没事 思琪姐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好啊 段思琪 你敢利用我 这不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吗 要不这样 你现在离开 我们继续婚礼 想打发我走啊 没什么荣誉 我恰到你 给我按开罪 给我过来 我恰到你 给我按开罪 给我过来 给我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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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夹死你 放开 我夹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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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滴 出人命了 这 就是出人命了 怎么了 黎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又是你了 怎么又是你了 先不说这么多 跟我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封住你 昨天你有听到你的声声 我知道你还能不能忘了我 真的是你 不好了 不好了 老姐 不好了 老姐 出大事了 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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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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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所有人 扶到我扶上去 快去找医生 快 快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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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睡覺了 一走了以後 科長頭痛得要命 就先睡醒了 寬斷呢 路里科長拿药 这就是什么 你不知道 可让以前头部中部枪 只有鸦片才能止痛 这是总部特批的 鸦片 师傅 你醒了 你怎么回来了 师傅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断腹爆炸了 断腹不死了 师傅 我大哥死了 师傅 师傅 可让师傅 是谁干的 谁干的 我在调查师傅 余儿 给我彻查 我倒想看看 是谁这么胆大 敢杀我大哥 是 许东 是 去通知一下 非常实际 米茶组所有的资源 归雪云进指挥 是 是 去了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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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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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属乎细节这个问题上 科长 下次我一定注意 薛医进非常善于 在细节上找到情报 好 刚才他已经发现了 如果不是我打断的话 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科长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找薛医进回来 他会回来事呢 一个特工 想打听刺探消息 是可以理解的 但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这是族人的分寸 是 到外边去散散风 就说在段府废墟上 找到了藏金 不管是小金堂 还是共产党 只要他们沾上 就让他们被黑锅 是 只有把河水给搅混了 才能让薛医进 转移目标 科长 我这就去吧 去吧 师傅 您怎么来了 哎呀 哎呀 你父亲啊 刚来到武城 我怕他不适应 谁都不服 所以过来看看 永儿 记住了啊 有时间啊 就给你爸爸多按摩 医生说了 觉得身体恢复很有好处 是呢 师傅 您不是说我爹病情有好转吗 怎么突然又严重了呢 医生说了 你爸爸这种病啊 就是容易犯 不在你师傅我呀 没照顾好他 师傅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我在国外这几年 都是您一直在照顾我爹 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说什么呢 这么说就见外了 老四 四弟 你看看谁来看你来了 云儿回来看你来了 科长 这段花怎么样 不错 找地儿摆好吧 好 我来 这房间里啊 有点植物 就会充满了生气 哎呀 哎 你鼻子怎么流血了 哎呀 这两天太干了吧 估计 鼻子总出血 不对 这是什么 昨天吃饭的时候 你鼻子流血了 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哎呀 真没事 什么没事 赶快 去医院看看 一定让我看到诊探书 去 好 我知道了 科长 谢谢你的关心 擦擦吧 谢谢您 月少 我先动一下 蔡队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想到 他们的行动这么快 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 未必 还有一个人更可以 你是说马灰龙 这个人我很了解他 硬狠毒辣 而且对苍几素有渊源 那他们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实施营救 再观察观察吧 如果还有危险 到时我们再想办法 行 师父小心点 一定是马灰龙干的 他几年前就投靠了国民党 现在要听说啊 来咱们武城任职 此消息一传出 司机就被追杀了 这事儿 跟他能拖得了干系吗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我大哥 送我这样 你不配 你说 你怎么死的 你怎么死的 是不是你害的 不议算了 二哥 如果是我害死了我大哥 我不得好死 你放我你 你放我你 你让我来 马灰龙你个王八蛋 你放个师父 哥 永儿 把长送开 到甲家伙的 我祖父 不认为 是 你们是 我的亲人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 二哥 一枪崩了我 我死了 我也就算清白了 云二 把枪给你动我吧 师父 这是命令 师父 鱼儿 记住了 照顾好你弟 大哥 我来陪你来吧 杜 杜叔叔 杀人是要偿命的 如果他有罪 警察自然会抓他 犯不着您动手 如果他没有罪 我们也不能冤枉好人 杜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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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他就在岳队.'" 杜叔叔 童安 危险 出了 2 你不说我 不说我 药 我没想法 孕儿从小就喜欢四期 这几年一直在想四期 我们老一辈的 就让他们年轻人能够自由地相爱 你干吗呢 这话的是谁啊 哥 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惹上小金棠的人了 他们三番五次想抓我 这还没几天家里就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觉得是他们害死了爹 小金棠 你看 这是我见过的小金棠的人 一会儿我去打听一下 爹出事的那一天 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在附近行动过 好主意 你把话奖给我 我这就去打听 哥 咱们俩分工行动 你认识的朋友多 你去摸一下小金棠的底 我一会儿带着这些话 去街坊邻居那儿问一问 这样又方便 也不耽误时间 好啊 咱们可得小心啊 都是邻居的 什么可担心的 这几天 外面在传 说藏金 就在段谱的废墟里 还有什么消息 这两天段思琪拿了两张画像 到处找人打听 那天晚上 小金棠的人 有没有在他们家附近出现过 画像里 一个画的是万三思 另一个就是你 他们觉得小金棠的人 接了他爹 这也不习惯 毕竟是 你两次的让小金棠的人抓过他 但是 我觉得蹊跷的是 段府的婚礼 办得这么急 会不会是段平山 已经感受到危险 故意 用婚礼 来挡栽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段平山 就极无可能 把藏金的秘密 告诉他的女儿 段思琪 那就要小金棠的人 继续抓捕段思琪 如果段思琪 是关键人物 咱们正好 迎舍出动 用万三思做掩护 咱们 可攻 可守 好 谢谢 谢谢 姑娘 你没事吧 大姐 你住这儿啊 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个月初八 这附近这些人 有没有出现过 初八呀 这都多少天了 我哪记的呀 就是段府办婚礼那一天 您看看 我见过 见过 不 我不知道 大姐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您告诉我吧 这个对我很重要的 姑娘 这说号不方便 跟我来 大姐 就在这儿说吧 你到底认不认识他们 姑娘 你是要找小金堂的人吧 是 大姐我就是要找他们 你认识 你是小金堂的人 你骗我 懒得跟你废话 给我抓去 快 快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派你们来的 我不是小金堂的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 求你犯过我 你再说一次 我真的不是小金堂的人 快 别杀他 他说谎 说谎也不致死 你今天都杀了两个人了 我先放你一忙 你没事吧 没事 喂 你干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帮你了 走 喂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再动 再动就掉下去了 放我下来 谁让你老躲着 我这次不放 我什么时候躲着你了 我的包落在那儿了 我得回去拿我的包 我的包落在那儿了 我要去取 等一下 我帮你去哪儿 在这儿 啊 回去告诉万森斯 如果再找这姑娘的麻烦 我饶不了她